我认识很多这些同学们 我教他一个方法 劝别的同学学习 什么方法呢 手上戴一串脸珠 这些那么不好意思 我说这一串念珠功德很大 功德在哪里 人家看到你手上桌子 心里就想到阿弥陀佛 可能他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你就读了一个人 把阿弥陀佛种在人心里 阿弥陀佛 这个功德多大 他们想通的对 都接受 然后我再告诉他 你们在学校学的教科书 书上不得写自己名字 书上不写自己名字 写阿弥陀佛 人家一看呢 这是阿弥陀佛的 他念阿弥陀佛 他叫你也叫阿弥陀佛 方法很多啊 我还劝过不少企业 经商的工商业的 这些老板 他们为了 这个推销商品 常常在报纸 杂志上登广告 我就告诉他 你的广告上面呢 加一个 阿弥陀佛 不费钱 广告一张纸那么大 我上面加一个 南无阿弥陀佛 你看让人家看广告 就看到阿弥陀佛 方法做得很啊 阿弥陀佛的同学 你看过年大家在贴对脸 人家贴对脸 我们对对脸用红纸写 南无阿弥陀佛 这边也是南无阿弥陀佛 啊 念念不忘阿弥陀佛 让每一个经过你门口的时候 都会念一声阿弥陀佛 你说你有独大福报 啊 这是很容易的事情 只要有心呢 啊 没心不行要有心 啊 交集应酬偿户当中 如果用名品 名品上也应上 南无阿弥陀佛 啊 啊 啊 那么这都是 第17日 祝福称探院的意思啊 祝福都称赞 赞他 我们不能例外啊 我们跟祝福一样啊 啊 啊 要懂得用什么方式 用什么方法 赞叹阿弥陀佛 啊 啊 让一切众生 有机会 听到 看到 这个名号 啊 阿赖耶上 就下种子